欢迎收睇升联网的专家教育罗 今天我们请到袁武冯博士为我们讲解殡仪的知识 袁博士我想问一下 一般来说在殡仪的行业里面 我们怎样跟他计算数呢 先人搞后事怎样计算数才叫做精明呢 其实呢 没有说是精不精明的 重点就是要我们知道 我们上一节也说过 我们要知道过了身的人士 或者家人他们商量之后 他们想怎样去做的 其实在香港的殡仪的程序里面 几条数是比较大的 其他数都是政府收费是基本大家一样的 其实第一条数比较大的 就是你搞仪式的地点 不同的殡仪馆 不同的礼堂或者房间的收费 都会有几大的差异 就因应自己 我们叫做封剑尤人 就去决定了 譬如我只有二三十个亲属 或者是朋友来的 那我不需要租过大礼堂 是不是 那我租过一个小型的房间 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 不是 我家里可能自己本身 已经有五六十个亲友 再加上有些家族比较大的 朋友比较多 或者先人生前 他自己本身朋友很多 他会来 那可能他真的要租过大礼堂 那那个价钱就会相当贵一点 那和不同的地区也都会有不同的价钱 有一些比较 譬如我们叫做 有少少少独家这样 那些区域 那他就会比较收费贵一点 那视乎 除了礼堂之外 第二条数比较大的 就是棺木 那其实选棺木的时候 就视乎于你如何处理的围体 那如果他选择火葬 那他可以选择一些 平价一些的棺木材料 那因为他也是用一次性 那如果你说 不是哦 我想土葬 那土葬的时候 可能那个棺木的密度 那个木料的硬度 和他能够承托到那个年期 那个时间 就需要长一点 那那个价钱可能会相对贵一点 那不同的木料 就会有不同的价钱 那有些贵价一点的 有些要贵价一点的 有些要贵价一点的 那视乎于 都是自己家人自己去商量 那个款式 和他那个木质的需要 第三样 就是宗教的那个仪式 那宗教仪式的价钱 就视乎于 那有些宗教是会收费这样去做的 有些可能就是 我和某某的道场比较熟 那有些人士 宗教的人士 就是不收礼仕 或者是收一些 我们叫做奉献 那可能相对的价钱 就会便宜一点 如果我们中观这三个价钱 来去处理 你冷静点去处理 然后分析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去怎么去做 那就会最精明 嗯 多谢阳风博士